女性IG創作者送你那個年曆 可是你可能用到2022 用完了2023年的時候 你還會留那個年曆嗎 對啊不會有黑羽的吧 黑羽場 各位觀眾大家好 來那個大雅第一次 因為我放了他們三次了這樣 第一次看到實體 這個影片你有看過嗎 它在射水 它這個是會噴水 我記得是健保那一步這樣 是健保的 對啊 這個才浮誇啊 這個超屌的 你注意大家工作室不對 開放也請我在門口拍完整 其他影片創作者 你們很常遇到這個狀況嗎 很常很常 現在還會 可是那已經變成打卡景點了 就是家人都會有小朋友 然後家人在小朋友來這邊 然後在這邊打卡拍照 真的還會 還會 然後那個戰車放在那邊之後 又更多了 他們會來拍照可是就走這樣 就是有比較禮貌就是 拍完到就走 比較沒有禮貌就是會一直按電鈴 然後說我們假的可以跟你拍照 就是蠻困擾的 因為我們已經貼在這邊寫得很清楚 就是沒有對外開放這樣 那你這是賣東西喔 對啊就想說 YouTuber賣錯之後就做錄影的 不錯欸 對啊 哥你擺得好好 讚欸 對啊我要笑死 它就是本田小狼 與我那個本田小狼 就是它 這不是什麼金旺改的 這就是日本運來的 就是那一台 就是那一台 就是SuperCup 就是一模一樣的那一台 這個是什麼 這個很誇獎 這個很屌 如果說我們今天有人要拍片 怕就是打擾到人家的時候 沒有 我們最後就會有一個 他會把我消滅 我等一下會不進去 我看喔 就消失了 拍片大家進門要小心一點 所以就是要消失一點 那個好酷 那個會亮 因為我們有二樓嘛 就是有時候他們進來會 會比較吵 會被人家拍片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一亮 大家知道 而且在拍片我們進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看 蠻多的我們後來才做的 然後如果全部人到的話 就會有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模式還沒看過 因為很少全部人會一起拍 只是抽到SA小的畫面 對啊 對對對 哇 接下來讓我戴他眼界 他這個可以動嗎 這可以這可以 你就踩啊 好差 他就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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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消滅 這消滅力啊 這刺濾三神 有點酷 後面也是地期的廚房 媽西那時候來的時候 沒有地期的廚房 是在門口 你還是門口 因為只有這裡有空間 我想像不到在門口 對 因為如果放後面的話 後面都是漆台 我覺得這邊可以養魚 對我反而我這邊放一個屏風 對 我未來如果放魚缸 就是這邊放一個烏尺 對啊 這邊砍掉烏尺剛好 真的 我懂我懂 然後自從我去上方不要看 坐過他們家的沙發之後 我們就選了一款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對 然後我本來想說 跟你們一樣就是 這裡再擺兩個 就是我高估了 我放在這邊 發現突出來了 然後就擺 幹好屌 然後後來我就把這邊 做了電視牆 因為我覺得 大家會坐在這邊工作幹嘛 可是這邊很容易被偷窺 還好 因為我們都坐在這個後面 不能看色色的東西 如果在這邊 愛的話要浪費 誰會在客廳看色色的東西 難說 這裡是攝影頭 原來是在這邊喔 這邊可以練舞 看你影片實在實在不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 早上就在這邊練 對就是在這邊練 他們就直接都在這邊練 啊這個模型是怎樣 藝術 藝術 帥哥 然後這邊就是 我的收藏區 跟作品區 哇真的太溜了 哇真的是很喜歡 我只收鋼鐵的 剩下那個蝙蝠獎 他是我朋友 他不是我的 這邊就是我的錄影間 沒來過真的想不到長這個 那我沒來過 我放這裡 酷欸 這我根本沒有很會買啊 我就這一間而已啊 但其實蠻齊全了 看你的餐庫好棒喔 我工作室也需要一個餐庫 欸我想問你 假如說舉例有一個 女性IG 創作者送你那個年曆 可是 你可能用到2022 用完了2023年的時候 你還會留那個年曆嗎 喔如果他拍的很漂亮 像是安西的話我一定留吧 那誰的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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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不會喔 黑羽的吧 我等一下不太說年曆好不好 沒有啊其實大家 送我的我都會留著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心意 像捷琳也有給我啊 我覺得適合做經驗 對然後滾滾也有給我 都留著 因為他就是等於是一個 寫真的概念 對它是經驗 哇 原來是在這邊 對啊這就是我的背景 原來是 這個背景 沒有沒有沒有 那坐在這邊 YOO 他的路是摸摸捷 欸沒錯 今天還 對 還會再抬高一點 放會拍到下面的 然後燈就會在這邊打這樣子 尬好屌喔 然後我噴漆就會在這裡噴 這個是我的迷你模型店 哇 這也是很常在影片裡面看到的 你之前還沒看到啊 有啊 但我想說幫你做一點消除 喔謝謝 謝謝麻西 然後上次走中獎噴的那個 對對對 專業工作室 這真的是專業工作室 然後模型本來都不猜啊 就是真的 都沒來用 但我們一空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 機台都在這裡 就是會有粉塵的機台都在這裡 有爆 幹 真的好屌 這裡有拍過嗎沒有 那這裡有拍過嗎 喔有 只是沒有拍全景是那個 哇 你的那個空拍戲一大堆 對啊 阿斯拉在那裡 阿水族剛在那裡 阿水 喔喔我看到了 那個 鯨魚的那個水族 然後這個是 焊接台 然後 鮮 阿西床 社床 雷射斜殼機 還有我們原本要 製售的那個 防衣廠門 但是後來爛 因為我真的沒空 我本來想要量產 但是後來因為 資金上啊 幹嘛的問題太多 他做一台成本 成本多少 我們那時候剛是在打樣化 那一台 光是材料費 我們就已經花四五萬 所以我賣一定要賣到十幾萬 對 一定沒盒 阿後來因為拍一遍 比較忙 喔這是你那個嗎 還在測試的 這邊是一個 Youtuber的工作室喔 欸 超級不像 你們剛剛不要看也長這樣對不對 沒有 那麼多專業的器具 光是這些器具 好浮誇喔 這個太浮誇了 而且這些機器 要懂用 對你要懂用 然後你又要保養 哇 這一開的也只有幾年 幹好浮誇喔 後面就是地鐵 還有後面喔 還有後面 你們公司真的很大耶 這個是膠囊旅館 但現在是地鐵的房間 喔 膠囊旅館 那這麼深啊 可以看看嗎 不行 現在是房間 對 現在是女孩子的空間 然後這裡就木工室了 然後這裡是噴漆室 幹好爽喔 好多廚藏間喔 忽然有點行動 就是台中有點行動 就是噴漆就會在這邊噴 因為噴漆會有那個 對會有味道 然後這是板烏碗 然後再來就要去我們二樓了 大雅大是很大的大 大樓是我們的辦公室 跟健保的辦公室 大雅好屌喔 怎麼這麼大 這裡是健保的辦公室 有貓有貓有貓 是不是要脫鞋 沒有沒有就這邊脫鞋好了 喔就是這裡 我看到他們拍片 這裡就是健保的百問工作室 空間這麼大才能搞這個 就每個空間都不一樣 對阿 我是覺得台北差不多是骨寸金的 對阿真的 因為像這樣子的空間 台北都不忘了 小陽台 喔好美喔 哇 餓了 濕熱嗎 沒有沒有濕 炒肉很方便 我們上面有做玻璃 上面有 真的耶 哇操 對啊 哇操 這邊就是實驗區 然後隔壁呢 就比較陽春 算我們大公或是 起點 也不是起點 起點其實在樓下 所以就是我們一開始 這個地方還不是健保的時候 哇 這裡好乾淨喔 這個是阿信的廚房 對對對 那你原本預計想要幫他做那個水族 是想要放在哪裡 我原本想要放在那位置 就是開創� 我覺得可以阿 完全可以耶 這個主管當初我們很客奈 我們是 當初整體這一間 跟隔壁這一間 都是一人拿不關的 這個整體 所有人機是自己做的 喔 就自己裝的 買完自己裝的 對然後這個檯面也是 跟系統版下下來 然後自己用的 自己裝 然後以前還是IKEA 然後後來送不了的 而且我們也要做系統 到底有哪一些YouTuber 會自己搞這些東西 這個就比較像YouTuber的辦公室了啦 對啊 大家不喜歡你的YouTuber辦公室 應該會像這樣 這個就大概是這樣的 我覺得可以啦 完全可以耶 這次我們很客奈 我們是 當初整體這一間 跟隔壁這一間 都是一人拿不關的 整個整體 做的 就自己裝的 自己裝的 然後這個檯面也是 跟系統版下下來 然後自己用的 然後以前還是IKEA 然後後來送不了的 而且我們也要做系統 到底有哪一些YouTuber 會自己搞這些東西 這就比較像YouTuber的辦公室了啦 對啊 大部分的YouTuber版中是一個 大部分就大概是這樣 跟後製組都做這啊 我跟胡子做所以 欸!你看難怪怪怪 安西跟郭鬼鬼是不是 球球嘛對不對 鬼鬼嘛 可防嘛 對啊我都留著啊 鬼鬼 可防 等一下傑林的放去哪裡 傑林的然後在樓下 傑林帶回家的啦 喔帶回家用是不是 傑林那一 傑林那個系列那一套 我是不知道要幹嘛啦 所以最後一張 我一半都在這邊剪片 可是在這邊剪片蠻冷的 喔是 因為我們上面就鐵皮了 下面是水泥 這是水泥 所以下面比較溫暖 然後這裡是胡子的辦公室 那胡子的辦公室就 這我們沒去過 喔真的是胡子的東西喔 我看出來了 這裡就是胡子的布 喔胡子 喔原來是這種設計喔 原來是在這邊 對胡子的片場 原來是在這邊 而且胡子的片場 我只把它放在上面 在斬草旁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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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棒喔 這個很棒耶 你知道 擺燈實在是太麻煩了 那都吊著啊 你都不擺了 對我後來都不擺 這個好讚喔 後面就是胡子的柴肉絲 那時候我們就貼隔一秒 因為那時候拍的時候有回音 有這裡回音應該蠻大 對然後後來就貼那西衣免叉 那個是那個沉船那一台嗎 對對對就是那一台 那後來沉掉了 不是這台沉 喔不是這台沉 另外一台沉 很重 因為這裡以前是工廠 所以以前後面是廚頭 11秒 超多11秒 這裡沒在用嗎 這裡就是 對就是胡子的廚藏室 嗯廚藏室 放材料也就 欸很很讚 就是跟你那邊一樣 就是大家租以前就一個錢 啊坪數越大就越貴 越貴的啊 可是台中應該 有好一點對不對 這裡好棒喔 台中好棒喔 台中好棒喔 台中真的很棒 很棒啊是不是 要不要搬來台中 你看這個八十幾坪 我跟你講了不起 這附近以現在的行情來說 了不起 八十八十喔 我現在一百六十錢 兩個八十嗎 對現在的行情大概五萬塊 幹 對 好了各位觀眾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這是我第一次去大公宿 真的很大 而且各種被推坑 趕快換車 因為我現在這台車真的是 每個月花費很高 我期待未來 就是可以去大雅工作室玩 像是各種活動 然後小節啊 鬍子之間都有問我 每次都剛好卡的時間 每次都沒有去 這一次 終於去到了 跟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就是每一區都分得很明確 真的太酷了 夢寐以求的工作室 應該就是像大雅工作室這樣 好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訂閱以及喜歡 每週二十五六日會更新影片 在我的主頻道 然後每週六日的下午一點 更新遊戲影片在黑羽培娃 有興趣看遊戲也可以去看一下 每週六的下午三點 更新貓民影片 在羽培同日會 但最近比較少更新 好各位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